这是一期扫街视频,虽然出不去,但是只要有电脑,键盘,鼠标 最重要的是WiFi,还有Google Map 你就可以开启这样的瞬移技能,然后一样可以体验到扫街的快乐 居家隔离也关不住我们想要扫街的心情 想去哪里点哪里,咱这叫云扫街 开始 打开网页版Google Map,随便选择一个街道,然后就可以开始了 我这应该是Serry Hills主街,旁边应该就是Serry Hills Market 开片就遇上一个人,咱们就赶紧拍一张 当然像咱们这种键盘摄影,就不能叫拍照,只能叫截屏 还有这个瞬移的功能,一开始可能会掌握的不是那么熟练 就是达不到那种指哪打哪的效果 这个也不需要着急,地图这么大,去哪拍都是拍,反正也不费鞋 这里有一匹马,我们就过去拍一下 你看我们就直接在马路正中央移动 现实中扫街可绝对不敢这么嚣张 离得有点太近了,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这一下子就整过了马路了 我觉得应该到这个楼的对面去会比较好 差不多就是这儿,然后咱们调个焦 就是用你的鼠标调整一下大小和角度 自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在哪儿 当你走近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去下一个地方 你看错过一个人还有好多人 我们去拍一下那个准备过马路的老爷爷 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们能不能捕捉到这个老爷爷的画面 这个操作明显就是一个失误 再一回头就发现这个老爷爷的瞬移比咱们玩的溜 这都没关系,这不是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胡子大叔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镜头 这些照片中的人脸模糊都是谷歌地图自带的 应该是怕涉及到一些肖像权或者隐私权 这儿竟然有一个中国的贸易公司 也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只是觉得这个楼挺好看的 其实有时候这样转来转去的 如果转得太快 对我们这种晕三地的人不是特别友好 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下街上的人 这个画面右侧有一个送货小哥 咱们去拍一下 哎呀 算了,就这个人吧 拍完了就继续往前走 看看这蓝天真不错 虽然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地图上的水印显示 这附近的这条街是2019年拍摄的 而这次扫街是在2020年4月份 也就是说咱们不光能完成空间上的瞬间转移 还能进行时光旅行 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天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这块挺热闹 应该人不少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 我好像又要错过这个人了 一定是因为他横穿马路 没事咱们继续 走了这么多街道 其实我已经完全不知道现在在哪了 不过完全不需要考虑回程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继续放心大胆的往前走 看着蓝天白云还不用怕被晒 还可以随心所欲的各种拍 当遇见岔路口的时候 你可以想怎么选就怎么选 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对的路 就算遇到那种真的一点也不喜欢的街景 然后又绕不出去的时候 那就直接退出 然后再重新打开 遇到问题不要怕 重启试试 这附近好像都没什么人 有了有了 这个地方可以拍一下 我还拍到了诡异的画面 其实就是全景相机的乌龙 前面有个骑摩托车的人 咱们过去看一下 感觉他的小踏板挺帅的 注意看画面左下角 一个不留神他就没影了 而前面还是红灯 又遇上一个会瞬移的人 还带着摩托车一起移走了 他骑着摩托车应该挺省油 我也得继续飞我的 接下来的这个大十字路口 我看了一圈还是选择了执行 右边有个正在工作的垃圾车 这边一定有故事 回个头 看我说什么来着 谷歌地图收录街景的 这个车一定长得很奇特 因为我发现 我每次拍的人都在看镜头 前面有个黄色的建筑 上面还写了个佛 我打算过去拍一下 又走过了 前面调个头 对就是这儿 诶 这咱一下子跑到公园来了 应该就是从这个楼梯直冲下来的 我得回去找一下那个黄色的楼 在马路对面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正对着 应该就是这块 但我感觉好像又要失控了 这个公园就是有一个强大的魔力 不断把我给吸引过来 就继续往前走吧 可能我这个人不太适合走回头路 因为每次回头我也找不到之前来的路 这条小路就不错 看左边这些房子也挺好看的 别看外观很复古 但是里面的装修都超级现代 对面有两个人应该是在遛狗 咱们看看能不能拍到 一不小心我又被这个小楼给吸引了 还好那两个人还在 这里有一个油脂 前方即将出现一个骑自车车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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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条件下大家对画质也就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 也就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过过干饮 而且还不耽误你追剧什么的 如果累了就停下来给自己泡杯茶或者冲个咖啡 再不记整盘红烧肉什么的 这儿有一群正在午休的工人 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儿 但我竟然在玻璃门的反光看到了我用来顺移的工具 应该是这种专门采集街景的汽车 在一些汽车开不进去的地方就会有这种三轮车 或者靠人力来背着这种相机 去到一些不方便开车进去的地方 看到前方的悉尼塔 我就知道咱们离市区不远了 应该是已经进市里了 这边有个广场 人不少 有些资料 人不少 人不少 把这么多助理 就这样 我还是会把头换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到我认识的地方了 这繁华又熟悉的地方 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眼看天也快黑了 这是一家卖摄影器材料店 我觉得这只海鸥要不干好事 但我没拍 这次扫街也快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云扫街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跟我一样在家隔离也觉得无聊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这个玩法 可以去之前没空去的地方也可以考察一下解封以后想去的地方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